2021年廣東普通高校招生統一考試 將開始實施新的高考綜合改革方案 從昨天開始 2021年廣東高考正式開始註冊 廣東2021年將迎來首次新高考 有哪些值得關注的新變化呢? 來瞭解一下 與往年規定考生先到報名點 領取考號和密碼再上網預報名不同 2021年 考生需要先到省普通高考報名系統 上網註冊,再預報名 考生報名註冊時間為2020年10月28日至31日 考生預報名時間為11月1日至6日 確認時間為11月6日至10日 報名前,考生應該事先準備 符合報考資格的相關證明材料 在所在的中學或道遠市區招生辦公室 進行報名資格初核 由於明年實行新的高考方案 考試科目採用3加1加2模式 其中3為語文、數學、外語三門統一考試科目 1為在高中學業水平選擇性考試科目的物理、歷史兩門科目中自主選擇一門 2為在高中學業水平選擇性考試科目的思想政治、地理、化學、生物項四門科目中自主選擇兩門 簡稱四選二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參加2021年普通高考錄取的考生 應該參加普通高考體檢 普通高考體檢時間為高考報名後至2021年2月28日 2021年普通高中應屆畢業生 需在2021年7月前通過普通高中學業水平合格性考試 並取得高中畢業學歷才可以正常進行錄取和入學 其他高中階段學校應屆畢業生也需要取得高中階段畢業學歷才可以正常進行錄取和入學 他學校有講評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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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